2011年是谜语拍喜剧的王宝强 演了一部非常魔幻的电影 四寻老汉重金取青 弟弟火烧昏房逼封清歌 一部票房扑街的文艺片 却让王宝强拿下影帝 写进北影教材 40岁单身汉树哥是村里的名人 无论是结婚剪彩办丧事 村民们都请他来正常 但背地里却都叫他傻子 海洛树先生 这是王宝强演技最炸烈的一部电影 他饰演的人物叫鼠 那无处安放的双手毫无规律地摆动着 整日烟不离手 逢人就说自己有事 可谁都知道他是全村最闲的人 村子里很多人都叫他树哥 听着多气派 但这声歌其实是一种调侃 他背后是蔑视 很多人越看不起一个人越喜欢叫他哥 为什么看不起树哥 因为他没有背景没有文化 没有钱也没有长相 而且他有点傻 可就是唯独树哥他自己不知道 以为别人都是在尊重他 树哥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里转悠 他就是渴望这份看似尊重的尊重 所以他特别爱多管闲事 这天村里的孩子在马路上打架 树哥举着他那无处安放的手上前制止 但孩子们根本不买账 这一句你算老几 把树哥以为的尊重压在地上摩擦 尴尬的他也只能假装出手教训 把在场的孩子全部吓走 可等树哥回到家之后 看到母亲又在给父亲和大哥烧纸 他和弟弟养着80岁的老母亲 生活过的绝产却还像仇人一般 关系最亲的发小当了厂长 树哥还只是个修车匠 村长的小舅子二猪一生 不知占了他家的地盖厂 母亲劝他去要回 树哥却连对方的面都不敢见 极度愧疚下 他仿佛看见死去的父亲徘徊在门前 这天树哥干活不小心弄伤了眼睛 在城里打工的三弟来医院看他 话都没说两句扔下一千块钱就走了 原来自己的亲弟弟都看不起自己 修车铺老板也趁这个机会开除了他 此时小护士过来给树哥蒙纱布 但树哥却耍起了流氓 抓住小姑娘的手就不放了 没了工作 树哥整日游荡在街头巷尾无所事事 发小高瞳撮合他和二猪吃饭 介绍他去工厂看门 是没谈成 二猪的皇冠车就被矿工小庄撞了个大口子 气张惯了的二猪张口索赔三千块 最终小庄道歉这是才算完 树哥却丢尽脸面满脸尴尬 恰巧看见了二愣的面包车 走着走着突然拐弯 也正是这个弯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在车上他看到了漂亮的小梅 只看了一眼树哥就着迷了 可自卑的他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在得知小梅是聋哑人后 树哥的眼睛突然变得明亮了 破天荒地看了许久 便跟着二愣一直把小梅送回了家 树哥打听到他是高鹏的亲戚 于是托他撮合相亲 这天树哥穿得人模人样 小梅却满脸不耐 被拒绝得树哥灰溜溜地离开 可惜了 人家就是不会说话 小梅要是没有毛病 他能看见你呀 树哥这么说就是因为面子 结果被高鹏妈无情拆穿 这天是树哥好友高鹏结婚 树哥来给高鹏帮忙 高鹏接来新娘后 树哥被村里二猪拉出来 要他给高鹏讲几句助语 其实是拉他出来给大家笑笑 却不小心把村里二猪的新鞋子给踩着了 让二猪相当不爽 但迟钝的树哥当然又一次忽舌 刚刚嬉皮笑脸的二猪 现在就猛按他的头 酒桌上树哥很高兴多喝了几杯 壮着胆镜向发小表达了 自己想去发小学校上班的事情 发小上下打量了一番树哥 你去我那能干啥呢 当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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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发小面露难色 只得说自己考虑考虑 又是几杯酒下肚后 树哥起身往二猪那里走去 说起占地的事 哎呀那不是你怎么了呀 我跟你说话呢 哎哎哎 我跟你说话听没听 二猪非要让树哥当场跪下给他认错 众人好不容易把二人拉开 但二猪还是不依不饶 一个男人究竟可以卑微到什么程度 因为踩脏了别人的皮血 竟然被对方逼着下跪 兄弟 刚才说别说让说 刚才外面认多 哥不对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树哥这一柜所有的尊严都没有了 迷里糊糊中 树哥抓住发小的手 他握得好紧好紧 发小想抽开也抽不开 就像那回 他抓着那个小护士的手不放一样 那回是他起了点小坏心 而这回是他真的很孤独 在这里树哥第一次流泪 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睡去之后 在梦中他也看到了早已去世的父亲 而他与小梅的爱情故事 也变得更加不可思议 甚至给小梅做起了情诗 小诗写的也是非常有意境 而现实中极不情愿的小梅 却突然变得主动热情起来 同意与树哥约会 当树哥把手搭在小梅的肩膀上 小梅也是一副甜蜜的样子 两人甚至谈好了结婚的事情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中究是梦 等树哥再次醒来时 发小早就离开 树哥落寞地站在雪地里 才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他了 他要逃离这个地方 第二天 树哥毅然决然地买了张去城里的车票 发小对于树哥的到来很是意外 无奈给他安排了一个做清洁的活 但即便是这样还总是被挑词 这天树哥跟着发小外出办事 偶然看到他和一个年轻女孩从酒店出来 发小让树哥帮忙隐瞒 却不知他老婆早就通过电话查知 两人瞬间陷入争吵 树哥勉强地将他们拉开 一段婚姻破灭了 一段爱情又在悄悄滋长 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树哥约小梅出来见面 相比之前的尴尬 这次两人见面都带着微笑 两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炽热灵魂相互碰撞 树哥大胆地提出结婚 希望能征求小梅父母的同意 小梅则回答结婚是自己的事 为啥要先跟爸妈谈 让别人决定你的命运那不可悲吗 树哥也霸气地回复道 就把你的命运交给我吧 树哥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他要结婚 他问唯一的弟弟 结婚当天能不能借他老板的皇冠用一用 毕竟能有那样的好车去接小梅 可以为自己脸上增添不少的光 没想到弟弟却说他去问问 树哥这边红红火火地准备婚礼 一切就绪 最后就差一辆气派的婚车 婚礼前一天弟弟终于开来了 然而并不是皇冠 兄弟俩的矛盾就此爆发 哥哥结婚要皇冠车当婚车 结果兄弟只借来了帕萨特 弟弟不可置信地看着 平日里一向软弱的树哥 今天像是吃了火药 接着更是一拳向弟弟打了过去 而弟弟激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一把将树哥推倒在地 树哥无处发现 一脚踢翻了火炉 瞬间引燃了婚礼装饰 弟弟见哥哥还不依不饶 也不再惯着他 两人在院子里大打出手 直到被村民拉开 经过这一夜树哥就像丢了魂 他迷里呼呼地换上衣服 迷里呼呼地被人抬上了车 虽然娶到梦寐以求的小妹 可他也不再高兴 那天晚上他连洞房都没兴趣 手上还缠着勒死大哥的绳子 就连从来不曾梦见的大哥 也突然出现 带着女友为他的婚礼跳舞住行 第二天 树哥急匆匆地来到街上 一脸神秘地跟二愣表示小庄出事了 果不其然矿上发生了事故 随后树哥又来到了二猪的场子 二猪不明所以地看向树哥 直言树哥中邪了 傍晚树哥找到村长预言21号要停水 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了笑话亭 可21号真的停水了 树哥的预言很快在村子里传开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一声树哥 就连小孩也改了称呼 树哥会算卦的名声 瞬间传遍大街小巷 但追捧没几天 村民们就陆续拿到矿场补给的拆迁款 搬到了镇上的太阳新城 就连妻子小梅都受不了他 拖着行李逃回娘家 树哥躺在床上 死去的大哥又来入梦 劝他把小梅接回来 过一阵 我已经被他藏着新房子了 我会把他接过来 给他好好过 当时你们也过来住吧 这天傍晚村长带着二猪找到树哥 自从上次树哥预言二猪身上跟着东西后 二猪就浑身不自在 希望树哥能帮他避避邪 二猪也没有了往日的神器 树哥拿手电筒照他 他也只能受着 树哥观察了一会二猪说他身上不干净 随即走到窗前借用和仙姑的名义 让二猪跪下磕了几个响头 没多久树哥还被矿场请去开业剪彩 13月18日8点准时开业 不存在的月份矿场如期举行 树哥站在人群里围观 可画面瞬间一转 他已经站在台前受梅老板追捧 他更是侃侃而谈 第二天 一辆三轮车开进了村子 树哥痴痴地站在树下 等看清来人是小梅后兴奋不已 听到这句话 树哥的笑容突然凝固了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可突然他又笑了起来 现实又如何 幻想又如何 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不好吗 他拉着小梅散步在田野里 一起奔向幸福的生活 可老家院里的那棵树 却在此刻枯萎死去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出演本片时王宝强不到30岁 很多人认为这是宝强演技的巅峰 我不敢苟同 不可否认的是王宝强用自己年轻的身体 塑造了一个有着复杂内核的角色 这是成功的 有那么一瞬我想起了出演活着时 也不足30岁的巩力 每个人的村头或者是童年 总有一个类似树先生的人 他们是人畜无害的老好人 恰如一只不吃庄稼 只会唱歌的只更鸟 每当小朋友路过 都会春松满面地掏出一把黑乎乎的糖 映衬着那一口黑乎乎的牙 电影中树先生有手好闲无所事事 但每天又乐此不疲 树先生是叔叔辈 却每日与二猪等侄子 被混在一起吃肉喝酒 在这帮人眼中 树先生能说会道 大小是得有他才意思 树先生享受这样的美誉 也只有在这样的圈子中 觉得自己存在的意义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假象 看完这部电影 人人都在笑树先生 可人人都是树先生